好,下面我们讲在我们的项目里如何把静态的一个目录或者包含它的很多很多的子目录 这些是markdown的文件,是简单的文本文档 markdown包括简单的文本文档 就是说用任何编辑器直接写的一些内容 把它转换成比如说项目的描述程序的一些注视系统的说明 任何一种文件还有背景的资料 如果我们把它写了下来的话 如果把这些文件转换成为一个静态的一些静态的网页 这样这些资料就可以放在任何一台服务器上 任何一台网络的电脑上面 而人们可以直接打开一个浏览器 不管是在它的电脑上还是在手机上 还是在其他的一些机器上就可以直接看 因此静态的网站是一种最简单的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最简单的事情 这是一种工程上的取舍 就是说保持它非常简单 当它开始变得复杂的时候 我们认真的考虑是不是值得让它变得复杂 OK那么打个比方我们有一些文档 我们直接把它写下来 那么这些文档可能各种的啦 总之在这里呢 我们是用了MD作为它的后缀 实际上你可以用Markdown做后缀 甚至用任何东西做后缀都可以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Markdown的文本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Markdown是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在网上只要搜索这一个 Daring Fireball Markdown它会给你 这个网站是Markdown文件的创始人 应该是它的创始人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也很久了 而Markdown的话也是非常流行的 比如说我们在放代码的那个Ghub 如果在Ghub上面做配置的话 它用的其实就是Markdown 而Ghub的话它本身它几乎全部都是Markdown的那个内容 就是说Markdown它是一种可以依赖的文件格式 而这个文件格式呢又非常简单 它就是普通的文本文档 如果当你开始希望加一些格式的时候 你就开始逐渐的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我们用一个 这是一个Markdown的文件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这个警号 用一个警号在一行的开头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一行应该是第一级标题 那么接下来你看到它就是文档了 你平时怎么写文档 现在就怎样写文档 它没有要求任何程序 任何APP 任何东西 任何软件 你就直接打开任何一部电脑上一定会有的文本编辑器 开始编辑就好 开始去写就好 这里我们是用VIM来写 但是你可以用任何一种编辑器 OK这就是Markdown 那么在Markdown里面呢 当你想要增加一个图片的时候 那你就增加一个图片的链接 当你想要增加一个网站的链接的时候 你就增加一个网站的链接 非常简单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Markdown的文件格式 当你什么都不想用的时候 你就直接用文档就行了 你就直接用文档 中文的英文的任何一种语言的都可以 OK我们退出这个文档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我们怎样设置一个环境 来帮助我们把做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Markdown的文件 或者整个目录的Markdown文件 或者包括它的子目录的文件 把它转换成静态的网站 静态的网页 静态的网站 那么静态的网站的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网站不需要访问任何数据库 不需要服务器在线支持它去完成更多的 更奇妙的工作 或者更多的东西 它就是保持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的工作非常简单 直接打开任何一个文本编辑器就可以开始 而你处理这些文档的方法 把它处理成静态网站之后 这个结果又非常简单 你直接把它放在任何一个电脑上 几乎是任何一台电脑上 你就可以直接用浏览器来看这个结果 看自己想给它增加的一些格式 色彩大小 都可以这样做简单的设置 就是说把简单的工作继续保持到简单 那么这种方法叫做最简化 OK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是用拍葬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不用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 因为网上有很多可以做静态网站的工具 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呢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以前是用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要求点略微的特别 在我们自己的项目里面 我们有自己的需求 我们要求它保持最简化 比如说我们要求 有的时候会从网上直接抓取一些文档 然后再把它变成静态的网页 这些要求并不是 并不是每一个工具都提供给我们的 比如说这一个 JECO JECO就是GTUB用的静态网站生成器 它是用Ruby写的 实际上它是非常好 那么你可以用任何一种变成语言 找到它已经有的工具来做 比如说Hexo 它是用JavaScript的 它是用Node.js的环境来工作的 你可以几乎找到任何一种语言的 这个工具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而我们是直接用Python的一个模块 它的模块的名字叫做Markdown 模块的名字就叫Markdown 好像是我记得 这个模块的名字就叫Markdown 那么它可以把Markdown的文件 变成HTMR的文本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HTMR的文本 加到我们需要的那个磨盘里面去 最后工作就完成了 那么把它加到我们的磨盘里面 我们是用另外一个Python的程序来做的 同时呢 我们使用Subprocess这一个Python的模块 来让Python调用 比如说当我们需要把静态网站 尽管它是静态的 它里面也使用这个格式和一些GS 一些GS内容 然后HTMR交给用户的时候 这些内容同时从服务器 传递到用户的客户端 那么 在准备这些CSS和GS的时候 对于格式来说 我们的CSS是从SASS转换过来的 那么转换SASS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SASS 我们看到我们安装了SASS之前 就安装了SASS 那么当我们用SASS的时候 我们就让Python通过Subprocess 调用这个SASS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很快地完成工作 很简化地完成工作 当然SASS也有 SASS也有Python的这个interface Python的接口模块 你当以后 如果这样的工作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接口 但是现在我们直接 调用的 我们直接用Subprocess 就是说 只要我们的环境里面有了工具 我们就可以用到 不管它是Python 还不是Python的 那么工作 其他的工作呢 可能就是通过JavaScript来做的 包括给网页增加一些功能 网页带有功能之后 它仍然被称为静态的网页 为什么呢 因为当用户点一个链接 获取这张网页的时候 它的内容 它的格式 它带有的JavaScript 都已经传递给它 服务器就全部传递给它 之后它再不需要这台服务器 它可以直接在自己浏览器里面 已经获得了全部内容 它不再需要跟服务器发生交互 因此呢 我们说这一种网页 这一种网站 由这些网页组成的网站 但是静态的 OK 那么在我们这一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让它 Do List From Argument Do List From Argument呢 就是说做一个列表上列出来给你的任务 把这些任务全部完成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列表可以列出哪些任务呢 哪些Option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Copy Tree表示的是 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个树形结构的目录 就意思就是说 一个目录带有紫目录 紫目录有可能还带有紫目录 一直这样递归的下去 但是我们不管它 我们就说 如果你的文档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把它全部 把这个全部考过去 不管它是不是很大的一颗文档数 全部考过去 不管它是多少 Template就是说 这个Option 这个Option如果进入列表的话 我们就说 就是说你需要把那个网页的模板 重新生成一下 这个模板里面可能包含了 CSS的风格格式定义 JavaScript的功能的提供 OK 都要重做一下这个Template Story呢 就是我们这里特殊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 是不是要从网上 把一个 把几个故事抓下来 然后这些是文本文档的 同样把它放到我们要生成的 那个我们目标的那个目录中 HTML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这些MacDone的 我们刚才说的MacDone的文件 全部转换成HTML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它做HTML 我们只需要它把index file 包括有中文的英文的index file 把它做了 那么你看这些Option 它确实的选择全部都是false 都是不用做 那么就是说你要做什么 你就告它 如果没有告它 它就什么都不做 OK 我们看一下 它能不能完成工作 我们让它做CopyTree Template Story HTML 和Index File 全部做一下 OK 它现在CopyTree完成了 它CopyTree完成了 Template完成了 它调用了SaaS 它生成了Template的Target 它把Template的拷贝到我们的那个Target目标的那个结构中去了 它抓到了网页 然后它做了HTML的这些文件 接着 它生成了index file CN的和EN的中文的和英文的 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已经在这里了 它因为我们直接在服务器上干活 所以它的结果已经直接在服务器上显示出来 我们调用 我们看一下 它的结果就在goodegoode.com里面 现在我直接在这一台服务器上干活 所以我们直接拿到了它 你看这就是我们结果 就是说在服务器上 我们或者在任何一台电脑上 我们直接在写一些文档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做的是 我们直接 我们其实都是在直接写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们直接都在写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用任何一种编辑器 非常简单的 在键盘上或者在屏幕上把它敲出来 It happens has a dog It happens a dog We don't need has It happens a dog comes into the center of the new world OK 我们把它写了 然后我们这一次再做一下 这样它做一下 你看 这是我们原来的 我们看到 It happens a dog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你如果注意的话 我们把这个has删除了 我们把这一句稍微变了一下 OK 现在我们让它继续做 我们一直在 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工作 就是说把进它的一些文本 它的格式是markdown的 在markdown里面你有不同的选择 最简单的就是你什么都不选 直接用文本门档 你什么都不用管 甚至不需要知道它是markdown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加一些markdown 它的sintax 我们说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你可以在daringfireball里面找到它的 非常非常详细的格式 它给你的什么样的支援 第三个层次就是你可以直接用html 但是markdown本身就是说 我们不想写html 我们才用markdown 我们想保持简单 OK 那么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我们也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就是说我们把它这些东西 全部变成静态的文档 然后在任何地 让它保持非常简单 让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静态的网站 然后这个东西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工作可以非常简化 让我们的那个内容可以保持 有丰富的内容 但是有非常简单的工作方法 OK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结果 OK 你看刚才我们把has那个单词去掉了 我们说 it happens has a dot come in the center of the new world 现在我们刚才做了一些变化 然后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里又重新调用了一下我们的工具 让它去那个copy tree 让它copy tree 让它准备template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这么多 尤其是当文档越来越多 都变成几百个几千个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做了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那个 这里给它一个list do list from argument 就是说只做列表上列给你的那些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 目前我们就给它的这些选项 就是说如果需要copy tree 你就copy tree 如果需要准备template 你就准备template 如果需要把这些都转换成html 你就把它转换成html 如果你要到网上去抓一些故事story 你就去抓一些故事story 然后在 那么在这里的话 刚才我们为了说明这个工作 我们让它还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一下 做了一下结果呢 我们得到这个 It happens a dog 一只狗 come into the center of the new world 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做的小小的一个编辑 它出现在这个网站上 OK 那么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功能 包括增加 实际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浏览器缩小 让它变得窄了一些呢 是因为我们需要看到手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用户用手机看的时候 它可能出现的情况 手机的屏幕是略微窄一些的 OK 那么增加它的字体 减少它的字体 保持一个简单的功能 在网页的顶端 始终保持一个简单的功能 在网页的顶端 因为我们认为用户在任何时候 他都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说他觉得字写的小了一些 他想要字写的大一些 或者他觉得字大了一些 他想要字写的小一些 我们认为任何用户看到文字的时候 他会对文字大小 可能有一个要求 不是说他的要求 这样或者说挑剔的这个情况 并不是说我们的用户挑剔 而是说 在我们的用户里面 肯定会有年轻人和年龄大的人 肯定会有眼睛好 视力非常好的人 和视力不太好的人 那么我们无法假设 我们的用户视力都非常好 因此有的时候会 他想要放大字体 那么他有权利放大字体 那么他觉得白色的背景不好看 他有权利改变白色的字 白色的背景 而我们有义务给他做到 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背景 这个字体的这个文字是他清晰可见的 是符合可阅读的定义的 OK 就是说 你看我们想要把它变得非常简单 可是仍然我们需要有一些工作去完成 而这些工作是通过这些代码完成的 OK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基本的环境设置 把简单的文本变成静态的网站 同时保持它极度简化 但是又非常的友好 OK OK 就到这里吧 我们结束这一段录制 结束这一段视频 谢谢 拜拜